当你想变直线的时候 一定是小线都会去这条线 这样的话它才会直 这是一个 就是无线直 往外走的 因为怎么了 因为我做什么工作了 才身体错过了 对吧 首先一个就是 反而有在相吃当中 以前那些教练 他的传动打法可能更偏向于正手 所以在反手摘位当中 更偏向于正手 虽然现在很多运动反手好 反手好他有一个误区在里面 就是说他在反手相吃当中的边线 他的重心是什么样的 对吧 他符不符合一个正常机球原理 我在正常对斜线 我摘位是什么 我在斜线 摘位是什么 这样的话会决定 他机球的线路和质量 还有一个就是说 当我一旦出现脚往这移动的时候 证明怎么了 这会就要变线吗 对吗 对 那我再撕撕撕 当我一旦踩到这样 大家认为我变线的时候 我还去撕斜线 这个不难吧 不难 就是在原有机上 我只是动下脚 但我还是撕的是什么斜线 无形当中就加了一个自然的火 就一个气派的动作 对吧 所以说练反手的时候 脚底下也是要求我活的 灵活的 战位的时候一定要尽量 以前很多人呢 他偏天天正手的时候 在交队员的时候 就会形成什么样 战位什么样 偏正手的重心 所以他战位都是一脚前一脚后 相对啊 不会很平 就是不是很明行的 但是现在辅助风球的一个发展规律呢 更多的是发动更快 抢上手更快更早 那这个时候他的战位是平行的 因为什么 因为比赛多数都是从反手本来打起 即使是发球之后 再发到对方正上的一脚球之后 也是用反手去起 那这个时候脚底中心都是什么样 就是他的所有重心呢 已经完全从这边转到了中间或者是右边 这个时候其实有一个最大舞区 大家认为说 我形式上或者是我表面上 我把重心站平了就可以了 但你想一想脚底找球的位置的时候 是蹦着找吗 是蹦着找吗 还是是我移动着找 还是我移动着找 移动着找 那这个时候要求脚底是要分开的 就我说的 我说的这个分开啊 看 他不是 这不叫公开 一定是 看 一 二 包括 一 二 三 就是脚底是什么有前后左脚来回 先后 这个时候保证什么 脚底前后的背法 前后的步法 回来 而不要什么样 我站平了就行了 站平了前后怎么办 这么上 对吧 大家都认为说 上短球没问题 动一下 然后这么上没问题 但是很多人没有把它养成一种习惯 就是说我所有的找球的位置 我所有找球的位置都是怎么了 都是反手 因为现在大家反手的实力第一高 第二个速度快 第三个上手更早 更快 对吧 所以说反手的中心 看 我在移动中 我都是什么中心 我都是什么中心 这给我测试试试啊 我都插到球里边了 反手呢 我用一个词叫棋 棋 棋在上边啊 我棋在这儿 想变直线 三 想变 线 三 小细 练出线 的 小细 练 练 练 的 那 还是 通续通掉啊 要求怎么了 比赛时候应急 肯定会出现同龄跳 对吧 但是我在练的时候 一定不要去练同龄跳 一定是脚先手后 对吧 对吧 对吧